好,各位同學,各位朋友,我們今天來講一個 Inscape的那個同學的提問 同學的提問,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呢,有一個提問,他說 圓形方形畫出來沒有顏色,選的甜色 邊框只在小游標上,他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提問,我先把問題解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我先按這個地方這個是游標 隨便找一個地方點一下 我這個已經選在這邊了,隨便點一下 選取就不見了,對不對,這個是首先你要懂的 這是選取去,點它 如果你把Delete就不見了 就這樣子,好 那我們現在來選取一個東西 這個選出來 那我們上過我的課你就會知道 Inscape它最基本的圖形有兩個很重要核心概念 一個叫填充,裡面的填充 一個叫邊框 裡面要填充一下邊框 然後呢 當你在 當你在這個圓圈,這個這個地方 或者 你按這個地方 各位,這一條線叫填充 這一條線叫填充 比方說 顏色就變了 現在它是在圓的這個狀況之下 可以 你也可以把它按這個選取有沒有 這個是選取 選取,選取它 它 又變了 那它問的問題是,它為什麼 按的時候不會有變 這個是填充 這個是填充 邊框在哪邊呢 各位 看這個填充跟邊框對不對 這個邊框,邊框這個數字這個地方 右鍵 你可以按10有沒有 邊框的顏色就出來了 然後我如果按Shift 在這個地方選顏色 邊框顏色就變了 看到沒有 那換句話說 那它的問題是 比方說 我現在選它 然後我要換一個顏色 假設我換這個顏色 你看我滑鼠在移動的 就是這樣子 或者我按這個圓的也可以 但你按這個圓的時候,你有沒有看到 圓是指你在圓的這個狀況 你看這個滑鼠 游標有沒有 它又 10,10的右下方有沒有一個顏色 它說它只有在這個顏色變了 它只有在這個地下顏色變了 那 裡面沒有變 那它第一個 它可能按了這個 這個5 就是取消 那可能按了這個不知道 那按了這個東西之後是這樣子 這個Inscape的預設只是 你先前用這個東西的狀況下 下一次你再用別的東西 它會沿用上一次的 這個狀況 就是這樣子 它可能按了這個 它不知道 當然 可是你按了這個東西 你在按別的顏色又會回來了 那可能按了這個 它不知道 我假設了 或者邊框呢 你也可能按 這個地方邊框有沒有 這個地方邊框 這裡 這裡 邊框按右鍵 你也可能把移除邊框 可能也看不到了 或者你看 在這個5的這個地方按右鍵 我跟它黑色 我習慣先用黑色出來 再按Shift鍵再換顏色 就是這樣 這個是邊框 然後顏色呢 你隨便點一個就出來了 有沒有 這個地方也有顏色 這個是指在 在這幾個形狀的狀況下 可以操作 這我已經解釋過了 為什麼你在這個地方操作 選取也可以操作呢 這個叫選取 選取就是很單獨的選取 選取就是說你可以變形 選取是可以變形的 各種 那這個邊框 這幾個狀況就是說 我用圓形的意思就是說 怎麼講 我用圓形的意思就是說你按它 它這邊還有很多選項可以變化 因為 用這個比較好玩 這個星星有沒有 你看星星我畫出來跟你不一樣 因為我是在星星 這個畫出來 當我停留在這幾個 特定的形狀的時候 當然你的顏色 邊框都可以變 但主要就是說 因為這個地方是電腦設計給你的 它還有很多 選項可以操作 有沒有比方說這個19 我按少一點 它就 就變少了 輪幅比我加一點 有沒有就這樣子 你不管 按這個地方是可以變化的 就比方說 我這個圓好不好 好 按這個 這個地方選它把這個圓選起來 圓選起來對不對 進入圓的 圓的變化狀況 這幾個形狀是 INSCAPE特定給你的很常用的形狀 也就是它電腦給你的所以電腦預設一些它的變化 比方說我給你看這我教過了有控制去看有沒有 預設給你的變化就是這樣子 好 這就是當我選這幾個狀況 跟你選這幾個跟選 單獨的選 選取這個選取去 其實都可以改變 填充 按SHIFT鍵 跟改變邊框都可以 但你如果按選選取去的話主要是它的 有沒有 你如果按 按第一下按第2下主要是它的 可以 轉圓圈啊 或者大小的變化有沒有這叫大小的變化換就是形狀 form形式的變化 而你如果按這個地方的話是這個圓 這個圓因為電腦給你還有其他變化的可能性 就像跟你講的 所以首先你要理解 比方說你可以這樣子你也可以按這個 有沒有還可以這樣子你也可以按這個 單純的圓 這邊還有幾個變化可以選取 這我都教過了 先理解 這幾個形狀 跟 單獨的選取它之間的差異 那他問的是 中間這個顏色沒有 那可能是之前他選取的 好 然後呢 他在按 第2個的時候呢 因為他會套用之前的所以他就 空掉了 這是一種概念 第2種概念是這樣子 他可能在這個不透明度有沒有 他這個不透明度 就 把它變成零你整個就會看不到了 有沒有 這個不透明度他可能暗而沒有恢復到 這個部分 就這樣 就是這個的不透明度就沒有了 對不對 圖層1裡面的這個東西的不透明度就沒有了 所以你跟他恢復到100 就回來了這我們操作的時候才能看到就某一個物件的透明度 某一個物件的透明度 你不小心這個地方你把它 變成零了 按Enter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跟他恢復到100 按Enter就可以了 這是一種做法 你了解為什麼邊框跟裡面顏色可能沒有的狀況 第2可能你按了這裡了 或者你邊框的這個地方按右鍵 然後你移除邊框你不知道 因為他會套用前面的規格 除非你再跟他轉回來 第2個是不透明度 第3個不透明度的另一種做法呢 你在這個物件這邊有沒有一個 物件這邊有一個填充與邊框 你如果這個地方按下去會在這個地方出來 就要填充與邊框 各位也可能在 我按這個東西 填充與邊框 這我教過了 更複雜的填充與邊框的操作 你可能在這個透明度 跟他變成0 你可能這個透明度跟他變成0 你不知道有沒有 邊框是不是變成0 你不知道 或者你按填充 這個地方可以比較細 比較細填充 你按填充 填充變成0 你不知道 那因為你選完了嘛 你這邊選0了 以後你的不管你怎麼弄 比方說按這個圓 好 因為剛才那個 已經變0了嘛 我會follow的你的這個東西就變0 那你說老師我要更改顏色 你更改顏色 有滑鼠移進去 滑鼠移進去這個地方會變啊 如果按shift 鍵 好像有變了啊 可是這個地方永遠為0 為什麼 因為你在 填充 跟邊框 填充的透明度 選0了 你自己不知道 你就把它拉回來就行了 這樣子 換句話說 你可以有兩種做法 一種可能就是說 你在這個填充的邊框 可能是填充 或者可能邊框 你透明度變成0了 你不知道 第二個可能就是說 你在 選他的時候 不管是這個選他 還是這個選他 都沒關係 你選他的時候呢 你這裡 透明度變成0了 你不知道 透明度變成0了 你不知道 你這個透明度 你這個透明度變成0了 你也看不出來 這個這個透明度是邊框跟 填充一起變的 就會這樣子 不要改成50 有沒有 透明度就是50 透明度 不想你懂不懂 我拉到這邊給你看 看到了沒有 是不是透下去的 透下去的 這叫透明度 就是這樣子 這幾個狀況 第一個你可能按了這裡 這裡 你不知道啊 或者你按了這裡 移除邊框了 你不知道啊 第二個可能就是說 我點他的時候 在這個透明度沒有處理好 你看他會一直 延續著 我也常常不小心 這邊弄完之後沒有 改回去 100 他才會恢復狀況 第三個是在填充一邊框這個地方 點他 填充一邊框 填充 看一下 好出來了 這個 因為這邊已經無圖繪了 看到沒有 填充 他這裡已經無圖繪了 你也可能按了這個 可是按這邊其實是跟這裡一樣的 所以你先把它 填充有沒有 這個是無圖繪的 這是填充 隨便找個顏色 隨便找個顏色 還有你的透明度 要恢復到回來 就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按這個 是不是又不見了 按這裡跟這裡一樣 是取消 然後我這個是填充 那填充完之後可能你透明度有變化了 你不知道 大概這幾個原因呢 都會導致 剛才提問者所提出的問題 希望這幾個地方有幫助你解答問題 好謝謝各位